严江河被问的都是猛的 下意识地说道 我们家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你们别瞎说 那些拿着手机 或者各种摄像机的人 对着严江河一通拍照 严荣荣不是你女儿吗 我们听说她在学校 曾经因为喜欢一个学长 去找人家学长你朋友的麻烦 逼着人家分手想当小三 你们不知道吗 严江河被那么多镜头对着 紧张得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到那些话就是愤怒还有震惊 你们瞎说 我家荣荣很听话 文静 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 他话音未落 对着他拍的手机更多了 终于承认严荣荣是他女儿了 女儿那样的人品 家里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是也太不要脸了 以前想破坏学长跟你朋友的关系 现在还想插足陈世晚的感情 他是想当小三想疯了吧 林欣听着那些话 气得把手中一个杯子猛地砸在了地上 快步走了出去 你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他去找男人了 人群中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声音 你快别装了 你女儿是什么货色 你是他妈你会不知道 你这店我们以后抵制到底 谁让你女儿那么想当小三 林欣愤怒的手指都在颤抖 他大声吼道 他跟我们没关系 如果他真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跟他断绝关系 我们以后没这个女儿 岩浆和脸色一变 猛地回头喊道 你在胡说什么 林欣满脸发哼 简直气到极致 我们从生下他 他除了给我们丢人 他还做过什么了 这种女儿我们还要他干什么 他永远都别再回来才好呢 齐悦好不容易挤到了前面 却听到了林欣这样的话 他脚步一断 透过重重人影 看像站在店门口的林欣 他的脸上有些皱纹 明明很平和的一张脸 可是此时却双目猙獰 像是颜蓉蓉 是他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 齐悦心里一痛 他真的为颜蓉蓉不值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妈呢 这林欣哪里有一点 把他当过自己孩子看待 平常妈妈听到 这样妈妈女儿的人 恨不得上去抽那些人几个嘴巴子 可他呢 他居然根本就没问过颜蓉蓉 就相信这些人的话 用近乎讨好这些人的样子 再咒骂自己的女儿 林欣眼间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人群中的齐悦 立刻冲过来拉住 齐悦的胳膊 大声喊道 你知道他在哪儿是不是 你告诉他 我们以后没有他这个女儿 他做什么事都别来连累我们 颜蓉蓉 你就是小颜呱呱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针对陈诗婉 后面忽然传来各种 喊颜蓉蓉的声音 齐悦脸色已变 猛地回头 就见那些刚才还围着 他们咄咄逼人的人群 一下子朝着一个地方挤过去 他只冷了几秒钟 就一把甩开林心 朝着人群冲过去 颜蓉蓉立刻就被围在了中间 各种对着他拍照的 骂骂的 甚至还有要去撕扯他的 你是陈诗婉的黑粉吗 为什么要那么针对他 你到底拿多少钱 你以前就是个做小三的 自己不觉得丢人吗 还敢再往上网抱别人 颜蓉蓉看着周围这些人 满眼睛口 他用力护着自己的肚子 大声喊道 别拉我 你们别拉我 不要扯我 会摔倒的 有人朗笑 敢当小三还怕别人说吗 我不是小三 颜蓉蓉大声辩驳 可惜他声音在大夜 压盖不住那些咒骂声 你上学的时候就是个骚伙 现在还想到贴丝薄横吗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你这种人怕是一辈子 连丝薄横的面都见不到 也是真敢想 一个穿着牛仔短裙的长发女人 直接一把推在颜蓉蓉肩膀上 颜蓉蓉身体不稳 朝后摔了下去 他满脸惊恐 也不管自己后背 双手都放在肚子上 脑袋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他疼得眼角含泪 低头去看肚子 好像肚子还好 不是特别疼 你妈 别再过来了 四周的人好像还在朝他靠近 这些人此刻全都是恶魔 像是伤害颜蓉蓉 能让他们得到满足感一样 这些人里有几个记者混在人群中 看到倒在地上的颜蓉蓉 互相对视了两眼 稍稍犹豫 都放下了摄像机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次挖新闻了 这些人有些过分了 他们互相交流着要不要阻止 就在此时 一辆辆黑色商务车朝这边开了过来 商务车以烧机店为中心 一辆辆的停在外面 占据了一部分街道 城城围了三层 车辆足有三十几辆 这么大的动静 靠近颜蓉蓉的人群中停了下来 他们全都扭头朝那边看过去 就见从一辆辆黑色的商务车上 走下来很多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黑色墨镜的保镖 保镖们全都朝着人群走过来 一眼望去 一片黑色 光是那股气势就非常让人惊口 这次来围攻颜蓉蓉的大多数都是女孩子 刚才满脸阴狠的他们 此时眼中却都露出了不安 他们彼此靠近 小声议论 这是谁 这是要干什么 不知道啊 刚才还嘲嚷不休的地方 此刻却一下安静了下来 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们 把人群团团围住 有两个女的想要离开 却被两名保镖拦了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回家了 你们是什么人 保镖只是伸手拦着他 却并不说话 也没什么表情 怎么了这是 什么意思啊 有人慌乱 此时也顾不得言荣荣了 他们是图从保镖包围中离开 可是跟之前两个女的一样 被保镖拦了下来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听什么阻拦我们 没有人理会他们 好几十名保镖 把这里围得水系不通 他们根本走不脱 那几名记者看着那些面无表情 却浑身散发着 杀伐之气的保镖 心里也闪过担忧 他们几人小心地互相靠近 低声议论道 这次好像有麻烦了 你们发现没有 这些保镖跟那些 明星请的保镖可不一样 这还能看不出来 身上的气势就不一样 这绝对是职业保镖 而且还是那种 经历过危险的保镖 可是我们怎么惹出这些人了 最后这个记者声音 已经有点颤抖了 他们不过是想挖点 新鲜的料 谁知道会惹上这种麻烦 现在他们被保镖围着不让走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齐悦趁着所有人 都惊慌想跑的时候 赶紧挤开人群 跑到了颜蓉蓉身边 看到倒在地上的颜蓉蓉 她大怒 这些畜生东西 蓉蓉 你没事吧 颜蓉蓉本来自己 正在努力想站起来 可是后脑勺突突的疼 自己愣是没站起来 她抓着齐悦的手 站起来后 才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没摸到血 可是明显肿起来愉快 蓉蓉 我带你去医院 我们赶紧走 颜蓉蓉看着那些保镖 也是满脸担忧 可是刚才那些 女的都被拦住了 齐悦也担心 不知道是什么人来了 万一也是找你麻烦的 可怎么办 颜蓉蓉也是一样的担心 如果真是找她麻烦的 那她今天就真的要晚了 思索了一会儿 她从自己兜里摸出手机 找到斯伯恒的号码 她手指犹豫了很久 也没点下去 你要找人求助 齐悦忽然眼睛一亮 对呀 求助 你等到 我给我爸爸打电话 让来救我们 颜蓉蓉看着那些 看起来就很冷酷的保镖 还是点了斯伯恒的号码 齐悦 我打电话吧 你别找叔叔了 别让他跟着担心了 正对烧机店位置的保镖 忽然都侧身 让出了一条路来 林兴跟岩江河 已经赶紧跑进店里了 此时两人趴在窗户 上朝外面看 见保镖让开了路 知道大佬肯定要出来了 林兴着急道 如果也是来收拾岩蓉蓉的 我告诉你 你可别心软 直接说我们跟她断绝关系了 她的任何事情 都跟我们没关系 可别让她连累了我们 岩江河满眼的不忍心 你这人 那蓉蓉好歹是我们的女儿 总不能不管她吧 怎么挂 你觉得我们能管得了她吗 谁让她去招惹她惹不起的人 她自己倒霉还不算 现在还拉上我们 岩江河叹气 却也没再说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条保镖让开的道路上 就见一道修长挺拔的人影快步走过来 当看清楚那张脸时 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有些的女孩子甚至忍不住尖叫起来 斯伯恒 怎么会是斯伯恒呢 斯大嫂 她怎么会来这里 斯嫂 她是 她拦住了吗 斯伯恒身前有保镖开路 有些愣神的人直接被保镖扒拉开 给斯伯恒让开道路 天哪 她走向了 严荣荣 有女孩尖叫 满眼都是不可思议 想多了 一定是你们想多了 斯嫂肯定是知道她欺负诗婉 她是来帮诗婉出气的 然而 这女孩子的声音自己就小了下去 因为她看清楚了 斯伯恒站在了严荣荣身前 眼神中没有冷意 只有温柔 她拼命地揉自己的眼睛 想要确定自己肯定是看错了 可是不管她怎么揉 在斯伯恒的眼中看到的都是温柔 没事吧 受伤了没 斯伯恒看着严荣荣 眉心促着 神情还有些紧张 目光把严荣荣从上到下地打亮了一遍 看到她衣服上沾染的土 还有被流血的胳膊 你摔倒了 严荣荣下意识地想垂头 斯伯恒却直接打横抱起了她 朝着人群外走去 啊 很多人不敢置信地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的尖叫声一出 那几个记者也震惊地无以复加 我看到了什么 刚刚那是斯伯恒吧 另一个有着厚嘴唇的记者嫩嫩道 斯伯恒那么能脚分明的一张脸 我们怎么会认错 谁能想到 这个严荣荣竟然真的认识斯伯恒呢 而且看起来 关系还不一般 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 严荣荣最先在网上回帖时说的话 她说斯伯恒明明很温柔体贴 当时很多人嘲笑她想舔丝少 可现在看来 或许她说的是实话 斯伯恒抱着严荣荣上车之后 郑助理上前两步 对着那些保镖点点头 保镖们立刻就朝人群走过去 不管你们你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伤了严小姐 那就都要付出一些代价了 另外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 斯少只希望报道 为这家烧鸡店的烧鸡真的很难吃 郑助理这么说了 那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那今天拍到的所有画面 都不会被带离这里 保镖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手机跟摄像设备 遇到一些有严荣荣画面的 会收集起来 然后对于原设备上的视频完全删除 包括她的备份 至于那几个推过严荣荣的人 咒骂她的女孩 即便手机视频全部上交了 也没被允许离开 齐悦一直跟着斯伯恒到了一辆黑色林肯车旁 回头看到那些被强制删视频的人 再看看面无表情的斯伯恒 只觉得脑子一团浆虎 这人是斯伯恒 那个第一好门的斯少 他不是荣荣的老板吗 而且他刚才还抱了荣荣 可是斯少不是都三十岁了吗 不得不说 齐悦现在的关注点确实很灵类 颜荣荣见斯伯恒坐到了自己身边 赶紧对齐悦喊道 月月 快上车 齐悦反应过来 哦 好 斯伯恒并没理会齐悦 而是轻轻拖住颜荣荣的那条胳膊 脸色紧绷着 颜荣荣有些忐忑 斯伯恒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挺吓人的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可是颜荣荣却好像能读懂她的情绪 她知道她现在在生气 不 不疼 颜荣荣小声说道 试图让斯伯恒别这么板着脸 但显然没用 而且齐悦还在一旁拆台 你摔得那么惨 怎么会不疼 脑袋没摔出脑震荡就不错了 颜荣荣一听齐悦说话 就知道坏了 果然 斯伯恒的脸色变得更为难看 摔倒了 颜荣荣刚想说她拼命保护宝宝了 肚子不疼 宝宝没事 却听斯伯恒问道 摔到头了 哪儿疼 直接去医院 颜荣荣正着地看着她 她最先关心的不是宝宝 是她嘛 她轻轻咬住嘴唇 摇头 不疼 真的不疼 她的声音很小 可是却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委屈 为什么会那么讨厌我呢 我明明都不认识他们 齐悦也气得不轻 那些人都是那什么玩的粉丝吧 我刚才听到他们喊了 荣荣 你怎么会跟一个明星产生冲突呢 而且那些傻逼还从网络上的冲突直接转到了线下 她说着 不由看了斯伯恒一眼 好像跟她有关系 荣荣最开始被关注到 就是一些人骂她舔斯伯恒 在之后不知道怎么就有人去深挖她的事情 说她学校的时候为了追一个学长 去逼迫人家的女朋友 齐悦看到那些所谓爆料的时候都要气死了 怎么没料还能应造料呢 要说她会干这种倒追的事情 那不奇怪 她齐悦就是这样的性格啊 可荣荣从小就是乖乖女 不管有一丝错误的人 她怎么会去追男生 还是个有女朋友的 这简直就是瞎扯 可惜齐悦的回帖很快就收到一堆骂骂 说她是颜蓉蓉水君 甚至还有说她是颜蓉蓉本人 在努力遮掩 斯伯恒脸色也极为不好看 看着颜蓉蓉 轻声道 我来解决 很快就没事了 颜蓉蓉垂着眸子 轻轻点头 斯伯恒沉声道 直接去用你医院 让医生先准备好 是 齐悦悄悄看了斯伯恒一眼 这话怎么听着像是蓉蓉很严重似的 可是现在看着 也就手臂上擦破点耳皮 连疤都不会流 颜蓉蓉扯了扯斯伯恒的衣角 我没事 真的不用去医院 我不疼 肚子 不疼 说到肚子她声音特别小 也就斯伯恒能听到 斯伯恒握了握她的手 那也去检查下 放心 烧机店门口的骚乱渐停歇 那些围堵的商务车也终于都开走了 这里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岩浆河打开店门 朝外看了看 外面空空如也 街道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 林心也悄悄走出来 发现没人了 她才重重松了口气 总算是走了 哎呀 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了 可吓死我了 她拍着胸口 看着满地的狼藉 想到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 她还心有余悸 那些人看起来太不好惹了 岩浆河眼中有几分担忧 不知道蓉蓉去哪了 现在这里一个人也没了 她是不是也走掉了 林心道 肯定是跑了 那么多人 趁乱跑了 岩浆河扭头看着林心 可是 万一是被那些黑西装的人抓走了 那可怎么办啊 林心也脸色凝了凝 随后又老声道 能怎么办 如果被糟蹋了 那也是她的命 谁让她不听话 自己跑出去还传了这么大的火 害得我们店里也跟着糟了呀 岩浆河眉毛一束 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你说这是一个当骂的说的话吗 林心朗亨 把店门口放着的一张烂桌子扶起来 你既然担心 那你就去找她啊 反正我是不会去找她的 这就是她不听话 还离家出走的后果 自己不常点而苦头 她怎么知道外面有多危险 她遇到什么都是她活该 岩浆河一声叹息 她也不敢去找啊 那么多黑西装 她去了不是送死吗 可岩蓉蓉毕竟是她女儿 她还是担心的 林心把店门口收拾了一下 回头对岩浆河说道 今儿是周五 晚上晨晨回来 她喜欢吃羊肉 你一会儿去肉铺买几斤羊肉回来炖上 等晨晨回来就能吃了 岩浆河看林心真的一点也不担心 岩蓉蓉 气得哼了一声 怒道 想吃你自己去买吧 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吃 林心也被她惊怒了 快步跟在她身后进了店里 指着她就骂 那是我想吃嘛 晨晨一个礼拜才回来两天 不得给她吃点儿好的嘛 那蓉蓉呢 她现在不知道吃不吃到羊肉呢 林心冷笑 你心疼你就去找啊 刚才她被那些你的围着 怎么不见你出去帮她 岩浆河我跟你过了几十年了 你少在我面前装什么好人 岩浆河被说得哑口无言 直接把围裙抑摘 今天不干了 林心知道她根本不会去找岩蓉蓉 岩浆河就是个怂货 她根本不敢去 确实 岩浆河叫了几个平时爱喝酒的胡朋狗友 在烧烤摊上喝酒呢 岩蓉蓉在医院备好一通白弄 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 而且这次还检查了B超 不过B超结果院长是私下跟斯伯恒说的 所以齐悦至今也不知道 她的好闺蜜 只是肚子里揣着斯伯恒的宰儿 等一系列的检查做完 斯伯恒抱起岩蓉蓉 禁止乘坐专用电梯离开医院 齐悦全程都在跟着 惊奇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她一直都在猜测思少跟岩蓉蓉到底是什么关系 看到岩蓉蓉被抱着那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她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包养 她被自己这个想法惊到了 不会吧 蓉蓉被斯伯恒包养了 虽然这是那些豪门喜欢玩的事儿 可是蓉蓉不是那样的人啊 斯伯恒把颜蓉蓉带回公寓 放到床上之后 轻声对她说道 你需要休息 可是 颜蓉蓉有太多的事情了 她想看看网上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她不敢睡觉 她怕自己一觉醒来 斯伯恒的公寓也被围了 那她不是给斯先生带来麻烦了吗 斯伯恒把她散落的头发轻轻别道而后 那些事 你都不用管了 我来解决 好好睡一觉 我让瘟疫给你做吃的 出去这么长时间 饿了没 颜蓉蓉看看自己肚子 点点头 饿了 她怀着宝宝 真的很容易饿 就是吃饱饭了 她也还是会端着一盘瘟疫切好的水果吃 今天出门时间这么长 她真的饿了 可是想到因为她引起的那些事情 她却根本吃不下东西 你朋友你别担心 瘟疫会招呼好她 你先休息一会儿 颜蓉蓉躺在床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睡在这张床上 鼻翼间闻着四伯恒的气息 她竟然真的睡着了 那些烦恼 那些恐慌也渐渐远离她 四伯恒听到她呼吸均匀 不由叹气 总算睡着了 19岁的女孩 还没正式踏入社会 经历了今天的事 会很恐慌吧 想到这个 四伯恒就心生怒意 她努力保护着她的这份纯粹 却被那些人给破坏了 齐悦坐在客厅 捧着一杯柠檬水 却根本喝不出什么味道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卧室的门 几次她都想站起来冲进去 可是烧机店外那豪华又霸气的车队 她就有点儿松 又想到之前在医院检查时 这四伯恒对荣荣很关心 也不像是鸡不择食的色狼 怎么着也不应该对荣荣做出什么事吧 可是见那卧室许久都没动静 她也还是着急忐忑啊 那么高大的男人 要是真想做什么 荣荣哪里是对手 她把柠檬水放下 站起来就朝卧室走 走到门口 她努力酝酿情绪 克服恐惧要去敲门时 门却打开了 四伯恒站在门内 看到她 神色平淡 她需要休息 去客厅坐吧 齐悦巧然淹了烟唾液 点起脚尖想看看 严荣荣有事没事 可是四伯恒太高 她点起脚尖也看不到 卧室的情况 而且房门很快就被 四伯恒关上了 WW 两人再次来到客厅 齐悦问出了她最大的问题 四少爷 荣荣 怎么会在你这儿 你们 你们是 什么关系 四伯恒在沙发上坐下 神情寡淡 眼眸深沉 齐悦发现现在的四伯恒 跟刚才的四伯恒 好像很不一样 像是两个人似的 气质完全不同 现在她才像是传闻中的样子 传闻四少朗末书里 有着一张人神功分的绝美脸庞 可是却很少会正眼瞧谁 她是私家公司的总裁 为人严厉 三十岁都没谈过女朋友 这也让很多对自己 美貌自信的女人 纷纷跟狗皮高 要似的想贴她身上 可惜没人成功 要说成功的话 好像唯有那个陈诗婉 能站在四伯恒身边 还没被郑助力给请走 这也造就了外界的一种错觉 让人以为陈诗婉能拿下四伯恒这座大金山 齐悦不得不感叹陈诗婉的团队厉害呀 明明只是用了一张站在说话的照片 就营销成了她要嫁进私家的效果 引得一种CP粉上头 齐悦心道 陈诗婉能站在四伯恒身边算什么呀 要是让那些无良媒体看到 四伯恒对着她家荣荣抱上抱下的 那不得把他们那瞎眼珠子给尽的瞪出来 四伯恒并没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说道 她这几天心情不好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你多陪陪她 这不用她说 齐悦也肯定要来在这儿陪着颜蓉蓉 或者把颜蓉蓉带到自己家里去 她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荣蓉跟四伯恒的关系 这位四大嫂把她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可她还没来得及问 四伯恒的手机就响了 她起身去了书房 齐悦站起来 探着她 张了张嘴 也没敢叫人家 四伯恒关上书房门 脸色瞬间沉下来 说 老板 视频我们已经全部都删除了 还有推了颜小姐的那个女孩叫刘欣梅 在范城课大上大二 还有两个 已经工作了 这次行动是他们三个组织的 里面还掺杂进来几家媒体的记者 不过都是些小包 四伯恒直接撵着一支笔 轻轻敲击着桌面 这样的品性配不上大学生的名头 让她回老家家人拔 加一个年龄大点的 能管住她 另外两个 我不允许他们在行业内再找到工作 是 那那几家小包 四伯恒看着自己的手指 转动了一下笔 淡淡道 报道一下陈诗婉退圈的事吧 资料稍后会送到他们手上 是 挂了电话 四伯恒放下手中的笔 浪浪的许久未动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在颜蓉蓉睡觉的时候 网上早已经炸了锅了 陈诗婉的热搜一连好几个冲上了热搜 陈诗婉 制片人 陈诗婉耍大牌 陈诗婉退圈 接二连三的热搜点燃了网友的热情 就是一开始不认识陈诗婉的 在看到那些没打码的图片跟视频之后 也都认识了她 一时间网上全是对于她的讨论 八总小娇妻 陈诗婉果然就是人尽可负的女人 她这样的人连给我们总裁提携都不配 之前还有很多人说她跟思嫂最配 怕不是眼镜有问题吧 吃瓜群众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那些粉丝看到你姐姐真面目了没 还说什么你姐姐清纯 人设她了吧 我现在只想狂笑三声 终于能甩掉这坨屎了 非要粘着我们家 一只小乌龟 真没想到啊 陈诗婉居然是这样的人 之前不是说她不畏强权 拒绝潜规则吗 那刚才那视频是什么 天哪 那多大的尺度啊 这女人满嘴谎话 一时间网上全是讨伐陈诗婉的声音 陈诗婉本来还在片场拍戏 她在那边走戏时 就发现有很多人看她的眼神很不对劲 她觉得很奇怪 不过那个时候还在拍戏 就没问 等到一个场景拍完 可是却迟迟没有听到导演喊卡 她浑身都是水 刚从泳池里爬出来 因为这场戏刚好是你配陷害她 把她拉进了泳池 她浑身湿透了 见自己的助理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看什么 却根本没过来给她披毛巾 她顿时火冒三丈 朝着助理喊道 你在干什么 毛巾啊 她其实很少在外人面前发火 她一直装的都是一副温婉大气的模样 只有在私下里才会对助理喊 可是今天她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助理被喊得浑身一个机灵 哦 马上来 姐 很朗吧 她把浴巾给陈诗婉披上 可是眼睛却不敢看她 却又忍不住想要瞥她一眼 那眼神特别怪异 导演那边拿着大喇叭大声喊道 陈诗婉 这场戏还没完 你披毛巾干什么 陈诗婉朝导演走过去 她尽量压着脾气说道 我最近有点感冒 这种落水戏我拍一次就行了 剩下的让替身上把 导演上下打量了她几眼 倒是没说什么 陈诗婉不管怎么说 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如今人气不错 地位也有一些 她当然不会这个时候去踩她 毕竟在娱乐圈 只要金主出钱 什么负面舆论都能扭转 行吧 那就替身吧 你既然不舒服 那就去休息吧 顺便赶紧解决一下自己的事情 陈诗婉皱眉 自己的事情 她走回到她休息的遮阳散下 发现还是有人时不时地在看她 边朝助理伸手 手机给我 助理心里忐忑 晚上现在关于诗婉姐的议论那么乱 诗婉姐看到孤寂的气氛 她把陈诗婉的手机递给她 陈诗婉还没打开网站 经纪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助理心脏猛的一跳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陈诗婉的脸色一点点地变得阴沉 最后彻底变得铁青 胡说八道 这都是造谣 赶紧发声明啊 她怒吼的声音 经得周围几个演员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她自己也觉得失态 直接站了起来 走到很远的地方打电话了 助理跟在她身后 听着她说话越来越难听 一声也不敢坑 赶紧攻关 我的形象不能受到一点儿影响 我下面还有两部ZR娱乐的戏呢 这不仅对我 对公司也很关键 经纪人在那边很无奈地说道 诗婉 你怎么还不明白 这件事不对劲啊 媒体对于你的那些黑料 是直接爆出去的 没有跟我们通过气儿 这说明他们不是奔着钱 而且搜集你的黑料 能这么详细 这绝对不是平常狗仔能做到的 陈诗婉死死握着手机 脸色由轻转白 你想说什么 经纪人放缓语气 公司去查幕后的人了 一点儿痕迹没有 只是各大营销号都在爆你的料 就是平时跟我们合作最亲密的那几个好 这次也调转方向针对我们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陈诗婉做了几个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了一些 那你说是谁 经纪人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我们怀疑是厮少出手 不可能 陈诗婉尖锐的叫声从手机里传过去 险些穿透经纪人的耳膜 不会的 他怎么会针对我 这绝对不可能 是你们搞错了 你冷静点 别这么激动 四伯衡的性格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个人招惹不得 你别看他平时金贵有理 可是不容算计 你几次想要造成跟他关系亲密的假象 可能惹他厌烦了 所以 哎 你先安心拍戏 等我们确定了 再告诉你怎么补救吧 跟经纪人挂了电话 陈诗婉就登录了自己的小号上网去看消息 却看到自己连着在热搜上挂了三条 全是黑词条 他气愤不已 尤其看到那些照片 想到那个油腻了心的老男人总是想占他便宜 他就是想吐 随后他又去翻那个小言呱呱的消息 小言呱呱之所以会被顶上热搜 全是他私下引导的结果 就是他用来虐CP粉的工具人 可是他翻了好角 居然没翻到关于这个小言呱呱的消息 之前的那些词条已全部不见了 甚至输入这个名字 竟然已没了 陈诗婉心中忽然生出怒意 这样洗词条的能力 真的是小言呱呱能做到的吗 谁帮了他 顾言之 他是顾言之的粉丝 顾言之怕连累到他 所以洗掉了那些词条吗 打死他都不会去想 是思伯横清除了网上 关于小言呱呱的消息 他翻到之前粉丝给他的私信里 小言呱呱的现实资料 颜蓉蓉 19岁 刚刚高考失利 家里经营着一家烧机店 收了手机 陈诗婉转身对部远处的助理说道 去跟导演说一声 我下午有活动 要去赶场 下午的戏让他用替身吧 助理满脸为难 他一个小助理去跟导演请假 不被骂才怪了 但没办法 他不敢惹陈诗婉不高兴 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果然惹来导演一通教育 陈诗婉现在拍的这部戏 本来就是现代戏 就在本室内 他没有乘坐保姆车 而是上了助理开的一辆白色宝马 直奔收机店 既然是他选定的工具人 那小言呱呱就别想逃掉 他现在绯闻缠身 这是需要人顶刚分担火力的时候 小言呱呱很合适 因为上午闹了那么一场 一整天收机店的生意都不太好 岩江河已经被林欣骂了好久了 尤其两人看着做了那么多烧机 卖不出去 心里着急 这些烧机就当天做当天卖才行 隔天了 这机就不能按原价卖了 你说咋就没人呢 是不是客人都被上午纳针帐给吓坏了 都不敢来了 岩江河一边擦着柜台 一边嘀咕 林欣坐在一边看着账本 看着看着又气愤得不行 用力把账本摔到了柜台上 今天陪大发了 都怪岩蓉蓉拿过扫把心 要不是他 我们家怎么会遇上这种事情 今天就不会赔那么多钱了 岩江河低着头做事不说话 林欣现在连荣荣都不叫了 直接联名带姓的喊女儿 哎 看来真的是生大气了 得让荣荣回来好好跟她认错 挽回他妈的心吧 正这么想着 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戴着遮阳帽 嗨墨镜 穿一身紧身连一群的女人走了进来 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 岩江河的眼睛在女人那性感的身体上扫过 立刻站直了身体 人上浮现出憨厚老实的笑容 哦 小姐 要买烧鸡吗 林欣也看到有客人上门 急匆匆地从柜台走出来 热情地招呼道 小姐 你要几只烧鸡 我们家的烧鸡可是老字号 味道好事出了名的 很多客人都是老顾客 助理掏出纸巾 把一旁的一把椅子擦干净 沉湿碗坐下 双腿交叠着 林欣跟岩江河交换了一个眼神 都被这你的这派头给震住了 岩江河也走了过来 两人都没明白这你的买个烧鸡 怎么还来他家店里摆谱了 陈诗婉把口罩跟墨镜都摘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着岩江河跟林欣 岩江河眼珠子瞪大 倒吸了一口两气 陈诗婉很满意他的表现 他沉声说道 想必你们也都知道我是谁 我来店里可不是买烧鸡的 林欣看向岩江河 眼神询问他是谁 他还以为是岩江河的什么相好呢 后来想想岩江河这副德行 像陈诗婉这样的女人应该看不上 可岩江河也某啊 他刚才就是觉得这你的太漂亮了 所以才忍不住事态的 林欣看明白岩江河的眼神 立刻对陈诗婉也变得冷淡起来 不是买烧鸡的来店里倒什么乱 小姐 我们家是烧鸡店 卖的就是烧鸡 你是谁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买烧鸡就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B 干嘛 陈诗婉脸上的那份傲然 在这一刻有点破碎 助理在一旁适适地说道 他是陈诗婉 你们都不看电视剧的吗 我们诗婉解释当前你心里最有人气的 你们家是没通忙吗 居然不认识他 还是你们故意的 林欣神色已动 盯着陈诗婉 他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看向岩江河 岩江河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惊到 早上来我们店门口闹事的那些人跟你有关系 我听到他们喊什么诗婉 就是你 陈诗婉终于又端起了他大明星的架子 靠在椅子上淡淡地撇着岩江河跟林欣 他们闹事 你说早上有人来这儿了 得到岩江河的肯定答复 陈诗婉忽然心情好了起来 看来他的布置很有用 估计这里的事情很快就会被曝光 到时候小岩呱呱就能帮他分散火力了 不过他觉得还不够 陈诗婉说道 你们的女儿现在可是大明人 连带着你们这店也跟着出名了吧 助理赶紧接话 只是这名可不是好名 怕是你们这生意都要被连累地做不下去了 这句话让林欣跟岩江河瞬间想到了太多 尤其想到下午店里一个生意也没有 两人看着陈诗婉的眼神就变了 岩江河满脸怒意 是你 你害我们店里没了生意 你做了什么 他说着就往前走了一步 然而此时 门外又进来两名保镖 站在了陈诗婉身后 陈诗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只是很不喜欢你们的女儿严荣荣 你们这店嘛 本来我不在意 可是让你们是他的父母 那也别开了吧 你别欺人太甚 岩江河恼怒 朝着陈诗婉大喊 但陈诗婉哪会被他吓住 好好笑道 那你可以走着瞧 他站起身 便要走 林欣忽然说道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放过我们的店 陈诗婉的嘴角勾起一抹得场的笑 他转过身 看着林欣道 还是你比较聪明 我只是觉得 你们那个女儿太能惹事了 你们真的会被他连累的 你说是不是 林欣死死盯着陈诗婉 满脸的阴沉 我们本来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都是成年人了 他做什么凭什么连累我们 陈诗婉挑眉 哈哈 是啊 他做什么凭什么连累你们呢 不过别人可不知道你们的态度 所以你还是出一份声明吧 岩江河瞪大眼睛 怒道 你凭什么让我们出声明 出什么声明 老炮 你别听这个女人吓唬你 林欣却狠狠弯了她一眼 岩江河立刻闭嘴了 可是眼睛却还是愤怒地瞪着陈诗婉 林欣犹豫了一下 点头 好 我们汇出一份跟他断绝关系的声明 这样就牵扯不到我们了吧 陈诗婉很满意 告知林欣要趁早出 便带着人飘然离去了 颜蓉蓉睡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也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她就醒了 开门出来 摸着自己的肚子 看到齐悦坐在客厅看电视 她特别开心 赶紧蹭了过去 月月 你没走啊 齐悦坐直身子 给颜蓉蓉腾开一点地方 蓉蓉 你怎么醒了 很应景的 颜蓉蓉肚子咕咕叫了两声 齐悦一愣 随后忍不住笑起来 呆呀 你发现没 你现在可能吃了 这腰上看着好像都有肉了 她说着 便伸手去摸颜蓉蓉的腰 颜蓉蓉赶紧躲她 她就搁置她 哈哈 别 不行了 哈哈 月月 颜蓉蓉搁置窝特别敏感 每次被搁置就笑得停不下来 这也成了齐悦每次跟她闹时 颜蓉蓉的弱点 温逸听到颜蓉蓉的叫声 赶紧从厨房跑了出来 怎么了这是 同时书房的门也开了 四伯横走出来 看到颜蓉蓉被齐悦压在沙发上 脸色一变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别动她 齐悦被她这突然的一声大吼给吓得不轻 直接扯着颜蓉蓉的胳膊不敢动了 见四伯横过来了 才赶紧直起身子 颜蓉蓉气喘吁吁地坐起来 脸上还挂着门收脸回去地笑 她赶紧去扯四伯横的一脚 四先生 我 跟月月玩儿的 她知道四伯横生气的时候很吓人 她怕吓到齐悦 就赶紧解释 尽管如此 可齐悦还是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四伯横刚才一瞬间身上的朗衣 她悄悄咬了咬嘴唇 心里那个想法不由又冒了出来 不会真是被她包养了吧 所以才把蓉蓉管得跟小猫似的 四伯横先查看颜蓉蓉 没事吧 颜蓉蓉赶紧摇头 我没事 真的 一点事没有 四伯横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看了齐悦一眼 说道 她身体不好 承受不住一些玩闹 要稍微注意一下 齐悦猛 身体不好 她怎么不知道 她跟蓉蓉多少年同学闺蜜了 只知道她每天很累 要做家务次吼他们那一大家子 没听说身体不好啊 她不由有些紧张地看着颜蓉蓉 你哪儿不舒服 颜蓉蓉脸有些发红 对齐悦笑笑 没有太不舒服 她不想对齐悦撒谎 就想磨狼两可的门混过去 可是齐悦看她这个样子 却完全想歪了 尤其看颜蓉蓉表情不太对 还有颜蓉蓉身体不舒服 她不知道 可是这个丝少却知道 她不由打量颜蓉蓉 眼睛还往下看 随后狠狠瞪了丝薄横一眼 一定是这男人做太狠了 蓉蓉才十九岁 这个男人也真吓得去手 被莫名其妙瞪了丝少 也没跟她计较 瘟疫也走了过来 蓉蓉醒了 那就洗手准备吃饭吧 你肯定饿了 颜蓉蓉用力地点头 嗯 饿了 她把齐悦拉起来 一起朝餐厅走 四伯横书房的手机响了 她看了颜蓉蓉一眼 便静止走向了书房 齐悦趁机把颜蓉蓉拉到一边 有些痛心地说道 蓉蓉 你如果需要钱的话 你跟我说 我还有很多压碎钱的 我能帮你 你不能做这种事情 不然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颜蓉蓉脸色一白 看着齐悦有点心虚 她不知道怎么跟齐悦说 却又听齐悦说道 蓉蓉 那男人是不是在床上折磨你了 你 是不是很疼 我们去医院看看 颜蓉蓉猛 都忘了刚才的心虚了 她这副表情 看在齐悦眼里就是默认了 她气愤啊 转身想去找思博横算账 就算有钱又怎么样 有钱就能这么欺负人吗 喜欢包养小女生去包养别人啊 怎么能祸害蓉蓉呢 颜蓉蓉一惊 赶紧去拉她 月月 你干什么去 齐悦一脸一正言辞 我去问问她到底要多少钱才能放过你 这家伙力气极大 颜蓉蓉险些拉不住她 她无语道 你想多了 我跟慈先生不是那种关系 以后我慢慢跟你解释好不好 颜蓉蓉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算是把齐悦给安抚好 让齐悦相信她没被思博横包养 陈世婉今天一直都在公司 外面围满了记者 她没敢出去 她在等着战火被转移 看了看万表 已经七点半了 她问身旁的助理 他们发声明了吗 助理低声道 还没有 陈世婉脸色有些不好看 这都七点半了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发 难道等到所有人都睡觉了吗 那到时候舆论还怎么发酵 助理不敢出她眉头 安慰道 应该很快就发了 天快黑了 他们那店应该关门了 回去就发了吧 我们再等等 陈世婉端起桌上的咖啡 轻轻喝了一口 营销号都准备好了吗 是 都准备好了 文案也写好了 到时候肯定会热搜 挤得热度就下来了 陈世婉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眉暗的脸上也多了几分轻松 是啊 总算有人来分散热度了 她这边掐着点儿一直等到了八点半 却还是没有看到那份声明 网上对她的骂声是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开始举报她 说她是列祭艺人 陈世婉看着那爆红的热搜 真的有些急了 怎么还没发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难道连声明都不会写吗 助理不敢吭声 她觉得可能真的不会写 毕竟那就是两个卖烧机的 应该没什么文化 九点钟 她经纪人推门走了进来 陈世婉立刻站了起来 语气恼怒 我的那些照片怎么还没被扯下来 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经纪人知道她这次麻烦缠身 也没在意她的态度 而是说道 公司已经在找公关团队了 可是以前跟我们一直有合作的公关团队 却拒绝了我们这次的合作 公司正在紧急焕然了 什么 陈世婉已经真的压抑不住自己的火气了 这都多长时间了 还没找到公关团队 我那照片跟视频都在网上挂一天了 经纪人无奈地看着她 你这次可能真的得罪了大人物 我们公司对抗不了 不过公司在尽量保你 对了 你之前说那的小言呱呱会来帮你分散火力 怎么样了 声明出了吗 陈世婉的脸色更为难看 她气愤地一把拍在桌子上 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在做什么 到现在也没发 经纪人皱眉 他们不会是变卦了吧 那毕竟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现在发声明 那就是把小言呱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了 陈世婉眼中老一一闪 他们敢 要是敢耍我 我就让他们的电开不下去 经纪人看着她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去问问吧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找不到专业的公关团队 他们的声明至关重要 你的事情不能再发酵下去了 不然怕使公关也很难 陈世婉死死握着拳头 指甲在手心抠出好几个红痕 经纪人很快就回来了 看到她的脸色 陈世婉的心就是一缠 她气的声音都有些微颤 他们 真的反悔了 经纪人看着她 皱眉道 不 他们发声明了 什么 陈世婉先是一浪 随后美艳的脸上顿时舒展开一抹笑容 终于发了 助理确心颤 因为她可没在经纪人脸上看到轻松 她知道经纪人肯定还有后话 可是那条声明却全都发不出去 各大平台没有一个能通过 什么 陈世婉的笑将在了脸上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经纪人 整张脸都变得有些扭曲 经纪人看着她 有惋惜 有同情 还有些无奈 世婉 真的是我们对抗不了的人 一定是思少有吩咐 不然不可能全平台都是这样 截断了那条声明 或许 还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不会这么做的 陈世婉歇斯底里的大喊 她用力地摇头 打死她 她都不相信斯伯恒会这么对她 明明最开始出见的时候 她那么温温尔雅 甚至从她的眼中 陈世婉能看到欣赏 她觉得自己能走到她身边 她觉得自己能成为站在斯伯恒身边的女人 可是为什么 斯伯恒会这么对她 陈世婉真的不敢相信 明明她之前都默认了她的那些操作 所以一定不是的 一定不是斯伯恒 对 她该去向斯伯恒求助 陈世婉转身就朝外走 经纪人跟助力赶紧拦住她 斯伯 你冷静点 你要干什么去 我去找斯伯 她一定能帮我的 她肯定能帮我把那些视频都删掉 经纪人又气又无语地看着她 你是不是疯了 斯伯认识你是谁啊 你正是连跟人家说句话都没有 就算不是她下场 那她也不可能帮你啊 那我就陪她一晚 这话说出来 经纪人都被气笑了 你觉得她需要 行了 看看公司怎么办吧 陈世婉很直弄 她一把甩开经纪人就朝外走 我要去试试 只有她能帮我 斯伯恒的公寓内 严荣荣眼看着餐桌上都摆好饭菜了 斯伯恒也没出来 她大眼睛朝温一瞟 温一笑道 荣荣去叫少爷出来吃饭吧 严荣荣立刻站起来 好 齐悦看着她急匆匆的样子 伸手捂胸口 一脸的痛心壮 她家荣荣这么乖巧的孩子啊 她到底为什么要关心 那个丝少吃不吃饭呢 严荣荣走到书房门口 先是把耳朵贴上去听了听 一点动静也没有 她轻轻咳嗽了一声 脸上扬起笑容 轻声说道 斯先生 吃饭了 你还在忙吗 斯伯恒的电脑屏幕上放着一张图片 大大的声明两个字 她一直都在盯着那份声明看 眼中神色又暗深沉 听到严荣荣的声音 她眼神骤然一转 变得温暖 目光又在那声明上扫过 她关掉了电脑 站了起来 打开门 就看到严荣荣翘生生地站在门口 她眼眸澄澈干净 带着稚气 因为哭过 还红红的 温宜做好饭了 吃完饭再忙吧 斯伯恒看着她 忽然问道 今天他们那么对你 生气吗 严荣荣敏唇 眼眸微锤 点头 生气的 我都不认识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 斯伯恒的眼中 含义一闪而过 随后对严荣荣笑道 哦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没有道理的 但只要是伤害你的人 你都可以反抗 甚至报复 明白吗 严荣荣眨拔了两下眼睛 看着斯伯恒 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她今天会跟她说这些 报复 她才离开学校不久 在家里被妈妈支配惯了 所以性格方面多是忍让 可是现在斯先生告诉她 凡是伤害她的人 她可以报复 斯伯恒伸手把她的头发别到耳后 又是一笑 以后你打不过 可以找我 我替你包袱回去 严荣荣听到这话 也忍不住扑吱一下笑出了声 这话怎么听着像是在学校受委屈的孩子 可以回家找家长呢 想到斯伯恒的年纪 她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很怪异的感觉 家长 如果斯先生是她的家长 那该多好 斯伯恒要是知道自己被严荣荣想插贝尔了 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黑脸 走吧 吃饭 看着那两人并肩走过来 温一笑的一脸慈祥 看看多般配 我家少爷啊 也就荣荣配得上 齐悦抬头 忍不住说道 你家少爷都三十了 荣荣才十九 哪里般配了 温一看了齐悦一眼 笑意一分不减 年龄算什么问题 现在性别都不是问题 再说了 我家少爷长得多年轻啊 跟荣荣站一起也没感觉比她大多少 齐悦还真认真瞧了瞧 她那张脸是不错 可那也比荣荣大将近一轮好不好 而且她也根本不可能对荣荣认真 齐悦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言荣荣跟斯伯恒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荣荣看起来不太好说 她作为善解人意的好闺蜜 自然也就不好逼迫她问 可是担心啊 担心被赴黑大灰狼给骗走了 这顿饭吃得还算和谐 就是齐悦吃了一堆的菜 冷是没吃出什么味 她给家里打了电话 非要住在这儿 到临睡觉的时候 斯伯恒才发现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因为她好不容易有床睡了 这下又得睡沙发了 温义心疼自家少爷 她家少爷以前也从来没睡过沙发 自从荣荣搬进来 这都没怎么上床睡过觉了 少爷回个避睡吧 我在这儿守着荣荣 斯伯恒还是拒绝了 让温义回去休息了 她则搬了被子 躺在了沙发上 严荣荣果然半夜睡不好 她下意识地去摸索身边 摸到了人 却睁开了眼睛 齐悦开了床头灯 睡眼惺忪地问道 荣荣 怎么了 你怎么醒了 严荣荣看到齐悦 先是茫然 然后又下意识地朝房间四周看去 随后才渐渐地清醒过来 齐悦揉着眼睛 荣荣 怎么了 你要上厕所 我陪你 严荣荣摇摇头 不用 我吵醒你了 你赶紧睡 我自己出去喝口水 她下地穿了拖鞋 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了 齐悦看着床头柜上放着的水杯 想要叫严荣荣 可是太困了 她都出去了 就没喊她 躺下继续睡了 客厅走廊的小灯开着 严荣荣轻轻地走进厨房 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半杯 才出来 尹悦能看到沙发上睡着的人 她脚步由自主地走到沙发前 慢慢地低头看着斯伯亨 透过小灯 尹悦能看到她俊美的轮廓 她敏唇笑了笑 又慢慢直起身子 回了卧室 直到卧室的门关上 斯伯亨才慢慢睁开眼睛 她感官敏锐 再加上睡沙发她也睡不好 所以从严荣荣出来她就知道 而且听脚步声也知道是她 只是没想到她还来看了看她 这一夜 严荣荣在斯伯亨的羽衣下很安稳 停静 可是注定很多人却根本无法入睡 比如陈诗婉 比如她的经纪公司 还有 严江和两口子 他们大儿子严晨今天回来 晚上严江和做了牛肉 严晨很高兴 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她才发现家里少了个人 问起严荣荣 不过却听林欣发了一通牢骚 她也觉得妹妹不懂事 她说她会找严荣荣聊聊 安慰着林欣 第二天一早 齐悦就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她手指在床上乱摸 摸到手机就接了 严荣荣 你到底做什么了 你看看你惹的麻烦 你是想让我们一家都饿死是不是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 去认错 求那些人放过你 听到熟悉的骂骂声 齐悦眼睛瞬间睁开 瞌睡虫彤彤都不见了 她坐起来 看向身旁 严荣荣睡得还很熟 不过好像也很不安 眉心促着 翻了个身 但却没有醒 齐悦捂住手机 亲手亲脚地爬下床 穿了双鞋就出去了 走到客厅阳台 她才又把手机放到耳朵上 林欣还在咒骂 说颜荣荣想害死全家 就是不想让他们好过 她甚至说颜荣荣就是个讨债鬼 他们要跟颜荣荣断绝关系 我觉得 我真应该带荣荣做个亲子鉴定 齐悦的声音跟颜荣荣有着明显的差别 颜荣荣说话软弄温言 而齐悦声音就带了几分磁性 有着明显的硬气 林欣听出声音不对劲之后 骂声立刻就停了 她拿着手机看了看 号码没错 于是又对着手机问道 你是谁 我女儿的手机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齐悦冷笑 我是她朋友 我今天也是开了眼界了 原来一个母亲 真的会这么恶毒地咒骂自己的女儿 你把手机给颜荣荣 我要找她说话 齐悦当然不会给颜荣荣 如果让她听到断绝关系这些话 估计又得难过好久 她对她的家里一再忍让 她以为自己足够听话 她的父母就会对她好一点 重视一点 但显然没有 齐悦满心的愤怒 对林欣没有一点好语气 你别再打电话来了 她有你这样的妈真的是悲哀 你也不配 她直接挂了电话 并且还把林欣拉进了黑名单 林欣那边都要气炸了 她一大早被陈诗婉那边施压 本就心情糟糕 来了店里还接到几个大客户退单 也就是说他们以后的大单都没了 她弄火中烧 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颜荣荣 都是被她给害的 所以她才给颜荣荣打电话 可是谁知道 气没出了 还又惹了一肚子气 颜荣荣也着急地看着她 想问问颜荣荣怎么说 看看什么时候能去陈小姐道个歉 福哥软 这个事情不是就过去了吗 到底怎么样了 林欣挂断电话 一双眼睛烹火式地瞪着颜荣荣荣 都是你生的好女儿 当初她生下来 我就应该把她摁在尿盆里溺死 颜荣荣皱眉 你怎么又提这茬呢 都过去多少年了 齐悦这边挂断了林欣的电话 准备回去继续睡觉 反正荣荣还没醒 她也还能回去再补一觉 可是没走两步 颜江河的电话也打进来了 在颜荣荣的手机上出现了爸爸两个字 齐悦不屑 他们真是不配当父母 要荣荣去给陈诗婉认错 他们是不是疯了 不知道拿了陈诗婉什么好处 所以齐悦果断地就挂了她的电话 并且把她也拖进了黑名单 这回总算是消停了 刚才她睡得迷迷糊糊的 所以接了颜荣荣的电话 可是她不想让颜荣荣去直面林欣的骂骂 她真的不想是个骂骂 对自己的女儿 简直像对仇人一样 陆北辰从书房出来 她穿着黑色的西装 已经收拾得非常立整 原本她只是淡淡地跟齐悦打了个招呼 便准备出门上班 可是路过齐悦身边时 她脚步却是一顿 齐悦顺着她的目光往下看 看到自己的脚 不明所以 这人是什么癖好 不过很快她反应过来 见斯伯恒一直盯着她穿的拖鞋 她心里觉得无语 面上却善善笑道 刚才太黑了 没注意 斯伯恒淡淡道 她一会儿起来要找拖鞋了 还有 今天可以不限制她玩手机 齐悦微冷 还限制玩手机 这位斯伯是真把荣荣当小孩子管着了 颜荣荣一直睡到日上三干 才醒来 温宜已经做好早饭了 一直在等她 齐悦被灵星吵醒之后 回去又睡了个回笼觉 两人一起起床 洗漱 两人站在一起刷牙的时候 齐悦撞了撞她的胳膊说道 哎 刚才那位斯伯上班前说 今天可以不限制你玩手机 荣荣 你这真是找了个爹啊 怎么管你跟小孩子似的 颜荣荣黑线 穿着拖鞋在她脚上踩了一脚 别胡说 斯先生也没有那么大骂 齐悦嘴里满是泡沫 看她的眼神别提多怪异了 还不大骂 都快比你大一轮了 你到底是眼神不好 还是心态大啊 其实斯伯恒前两天 不让颜荣荣看手机 是怕她看到那些 不要言论生气 影响她的情绪 今天忽然说 可以不限制她玩手机 颜荣荣觉得有点奇怪 洗漱完 坐到餐厅上便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社交软件上还是一堆的消息 她也没发 家里的人无非还是让她回去认错 想到昨天烧机店门口发生的事 颜荣荣的脸上 有着几分苦涩跟难过 其实林心说的那些话 她全都听见了 那一刻她除了难过之后 竟然又感觉到庆幸 庆幸她跑出来了 如果在家的话 她这个宝宝肯定是保不住的 而她 估计也得被打掉半条命 荣荣 吃饭 一会儿再看 瘟疫把一碗粥放到颜荣荣面前 朝手机瞄了一眼 就见颜荣荣打开了微博 随后她站在颜荣荣身后 就一动不动了 颜荣荣也是满脸惊讶 随着她快速点击屏幕 脸上的震惊越来越多 网上现在铺天盖地的 全是陈诗湾的黑料 甚至还有人售卖 她以前演大尺度电影的视频 庆论区一片说借一步说话的 不管是哪一条 凡是关于陈诗湾的帖子 下面就有一大堆人回帖 颜荣荣把热搜全部翻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上来 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不过整个广场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颜荣荣挺开心 总算不像前几天似的 像个火把子似的被人随意攻击 叶欣带两人吃的是面食 她喜欢吃面条 即便是夏天 她觉得吃一碗肉糊糊的面 也非常舒服 田二牛跟陈虎 都是干得出力气的活儿 一人吃了三大碗面 叶欣把根儿宝也叫来了 她没这两人能吃 她跟叶欣一人吃了一碗 叶欣把电线杆子的事 跟他们一说 田二牛立刻就一抹嘴 激动道 行啊 这活儿不难 咱村里人啥都能干 以前也给人再过 就是需要测量距离啥的 这没什么问题 我跟陈虎熟悉熟悉就能干 根儿宝在一旁也点头道 嫂子 这活儿挣钱嘛 这可把叶欣问住了 她想先征询田二牛跟陈虎的意见 所以并没有先去了解这个项目 她想确定下来 再去实力 因为怕他们不想干 先去找人家的话 到时候她没法交代 她无奈道 现在我也不确定 但应该会比装修挣钱 叶欣这自然不是胡说 侯氏中电灯会遍布千家万户 电线杆子会栽变全国 她也听说过 那包工头一年不老少的证 所以应该是比目前还没什么概念的装修行业挣钱 哥尔宝一听 也不由眼镜一亮 嫂子 这能挣钱的话 为啥不干 叶欣笑了笑 这个工程可能会工期很紧 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接了 你们可能八年内都不能回家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工程对人不够 还需要招人 她看向陈虎 田二牛同意了 陈虎还没表态 陈虎明白叶欣的意思 赶紧点头 嫂子 我干 跟着你干啥我都干 你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叶欣嘴角抽搐 这话 行吧 既然你们也都同意要干 那今天就得开始招人了 工程对至少不能少于15个人 什么 三人全都一惊 嫂子 咋要这么多人呢 我们人少点的话 是不是挣得就多 叶欣明白陈虎的意思 她想多挣钱 所以宁愿累点 但叶欣摇头 不行 我刚刚就说了 可能工期会很紧 人少的话 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如果不能按时完工 那我们可能还得赔偿余气的钱 这个弯弯绕绕成虎听不懂 不过她明白了叶欣的意思 就是说人多干活快 这活得早干完 她想了想 问道 嫂子 那从咱村里找些人行步 村里还有不少人都找不着活呢 他们也都想出来打工 可是怕出来饿死自己 铁二牛跟根儿宝都皱眉 都看向叶欣 叶欣说道 你们如果想要帮一把村里人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是你们要想清楚 也许得到的不是感激 是麻烦 叶欣会把铁二牛跟根儿宝带出来 是因为叶欣觉得他们人品不错 所以才想带着他们一起致富 可是其他人他不认识 其实他心里并不想沾染这些麻烦 陈虎文言 神色顿时一领 他这时候才发现 根儿宝跟铁二牛都没说话 他顿时也明白过来 自己好像不该那么说 他赶紧补救到 嫂子 我就是这么一说 决定在你 你说不行的话 我没有说不行 叶欣沉生说道 如果是你们信得过的人 都可以 我只是包下这个工程 具体做的交给二牛 所以你跟他商量 陈虎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看田二牛的眼神都有些心虚 田二牛笑道 没事 你想带一下你家那几个堂弟 没问题 只要是他是干活的就行 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他们来了 不好好干活儿或者给我们惹什么麻烦的话 那就不能怪我再把他们赶回村里去了 陈虎赶紧点头 小心地看了叶欣一眼 见叶欣没说什么 才稍稍放心 根儿宝有些遗憾 这样的工程队其实他也想参加 跟着嫂子干肯定是能挣钱的 只是他现在已经分身乏术了 至今还被困在棚城的店里走不开 家里还有油房跟养鸭厂 他真的干不了工程了 田二牛他们同意之后 叶欣当天上午就去见了陆北辰的那位朋友 不过让叶欣意外的是 这竟然是个女同志 她穿着朴素 面容交好 而且很年轻 看到叶欣时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可是这温和之下 叶欣却又感觉到了精明与干练 这是体制内的女强人啊 这么年轻 陆北辰的朋友 你好 我叫李小曼 早就听说你了 很想见见 对方落落大方地跟他握手 叶欣一笑 也伸手跟他握手 叶欣 陆北辰的媳妇 李小曼似乎微狼了一下 随后轻笑起来 你可别误会 我对别人家的男人不感兴趣 而且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叶欣挑眉 倒是没觉得尴尬 谁让他这么年轻 还说很想见见他 叶欣锦中长明也没什么问题吧 叶欣也是一笑 对李小曼做了个请的手势 两人一起坐下 李小曼看着窗外说道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漂亮 之前就听人说 陆北辰娶的媳妇儿长得好看 好看得跟那话而上的人似的 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叶欣李尚往来 自然也要夸赞人家一下 你一看就是事业有成 聪明知性的女性 非常有魅力 李小曼脸上的笑容更为真实 我知道你找我的原因 陆北辰临走时跟我说了 我们这边也确实是急着找人 但你们的实力却还是要评估一下 当然 你不用紧张 就是简单地了解一下 叶欣到了一杯茶水 轻轻推到李小曼面前 当然理解 做些了解是应该的 栽电线杆子也是需要按照他们要求的 所以人家要考核 这也无可厚非 李小曼还是很厚道地给了叶欣一些资料 让叶欣自己带回去看 其实也是告诉他怎么应对评估考核 这顿饭自然是叶欣请的 交谈下来 他觉得李小曼虽然精明 但却很随和 而且从容不迫 真的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陈德跟陈杰全都心虚 眼镜乱瞟着不敢看陈虎 陈虎用力正开一个人的拥抱 往后退了两步 看着他们问道 你们这是 见陈虎都开口问了 陈德跟陈杰知道不能逃避了 便硬着头皮走到他身边解释道 这件事 我俩其实没想 陈德才斟酌着开口 那群人里一个年纪挺大 大概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 打断他们说道 胡嘴 你别怪他俩 是我们硬跟来的 陈虎自然认识他 已是石坡村的人 交流军业 为人实在 在村里也经常帮别人 陈虎带着他们走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给人家出战的人让开道路 刘军业道 胡嘴 你也知道 咱中第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 我们这些人还算年轻 也想闯荡一下 但是我们也都没出过门 不怕你笑话 除了这次 我以前连富江县都没离开过 他说到这里 很多人都点头 他们都是大小伙子 听说外头现在发展特别快 肯定心生向往 可是没离开过村子 不敢出来 这次跟着陈家兄弟就来了 虎哥 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一年年龄比较小的小伙子说道 刘军业又说道 是啊 我们知道找工作肯定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不是要赖着你 我们就是想看看 看能不能去工地上找点活干 陈虎看着这些人 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但都是农村的汉子 胳膊上那肌肉都是常年干农活练出来的 力气绝对是有的 他现在也忐忑啊 他知道他们招人并不顺利 可是眼前这些人 之前夜心嫂子不允许的啊 他如果这些人都带回去 不知道会不会惹得夜心嫂子不快 这几天他跟田二牛倒是租下了一个大院子 本来是安顿他两个堂地 还有他跟田二牛 还有那个你瓦工也会一起搬过去 现在来了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住不住的下 一群人都眼巴巴的看着陈虎 他们有戏剂 也有担心 怕陈虎赶他们走 也希望陈虎能帮他们找个活儿干 陈杰跟陈德悄悄交换个眼神 他们知道自己这次没作对 便上前小声对陈虎认错 哥 我们错了 陈虎狠狠瞪了他们两人一眼 又看了看刘军夜 陈生道 先回去吧 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 鹏城这边虽然工地多 但很多都是基建工程兵做的项目 工地招人不多 他这么说 也只是先得他们打个预防针 让他们做好返回去的思想准备 别到时候没找到活儿 都失望难受 他们中确实有人因为陈虎这句话而觉得难受的 但也有坦然的 比如刘军夜 他觉得就算没找到活儿干 能来特去见识见识也是好的 陈虎带着他们走出火车站 所有人都好奇 原来这就是鹏城 人可真多 陈虎道 现在这里正在建设中 来自港岛跟其他大城市人的很多 其实本地人并不多 他竟只把他们带到站台上 等到公交车停下 一群人跟着上公交车 他们背上都背着行李 大包小包的东西不少 再加上他们的穿着 灰头土脸的 有些大妈忍不住回头看他们 因为他们一上来 公交车就显得很拥挤了 一路看到全市工地 这些人又忍不住期待起来 这么多地方 咋会不招人嘛 他们可以自己去找活儿干 陈虎看到他们的样子 也没忍心打击他们 还是经历的少啊 把这些人全都带回了院子 田二牛不在 那位尼瓦公道是在 看到来了这么一大群人 他不由笑道 陈虎你行啊 居然一下子招到这么多人 陈虎神情尴尬 轻轻摇头 没说什么 然后转身安排那些人 这地方就这么大 要住下的话 他是得挤挤 床也不够 有人立刻说道 没事 虎哥 我们可以睡地上 现在这天 睡地上也不凉 陈虎虽然发愁这些跟来的人 但也不可能真的让人睡地上 都是男人 身体瘦了两颗怎么办 他环顾了一圈 说道 院子里还有一些木板 你们自己搭个大通铺睡吧 他说完 就拉了陈德跟陈杰两个人进了一个屋子 那你瓦公看了看 没有跟进去 而是过去告诉那些村里来的人 把通铺搭在什么地方 一进门 陈虎就目到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在电报里不是告诉你 只有你们俩吗 你们以为这个活儿来得很容易是吧 陈德垂着头 任陈虎骂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场了 做好心理准备了 陈杰也是听着 不过陈虎停下之后 他还是小声解释道 哥 真不是我们带来的 是这些人死气白来跟来的 我俩为了不引人注意 天没亮走的 谁知道到村口就遇上他们 都背着行李 一看就是早盯上我们了 陈虎听得火大 那现在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这么多人我养不起 陈德小声问道 哥 你那活儿真的不要人了吗 要不 陈虎一个冷眼瞪过去 陈德闭嘴了 心里不由叹气 看来刘君业他们真的白跟来了 陈虎怒道 你们俩都是我厚着脸皮 跟嫂子说财照来的 自己都管不好还管其他人 陈杰垂头不说话 陈德脑子活泛 看着陈虎 嫂子 北辰大哥家的嫂子 陈虎比仪 你倒是上道 不过嫂子可不认识你 你可别去吓到他 哥 瞧你说的 我是那种人吗 我就是很佩服北辰大哥跟嫂子 你刚才那么说 那这次的活儿 陈虎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巴掌 少打听 人是你们带来的 你们自己去管吧 吃饭那些也你们自己解决 我先走了 陈虎本来其实是想给两个堂弟接风洗尘 准备带他俩下馆子吃一顿的 但现在这么一大群人 他可请不起 而且他得先去跟叶欣嫂子说说 估计得挨骂啊 他同时还不游在心里想 陆北辰那招风引蝶的体质终于不引蝶了 李小曼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临别 叶欣让李小曼发请柬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发一张 他一定要去参加婚礼 跟李小曼谈过之后 叶欣这也算有了竞争这个项目的资格 所以回去之后 他就通知甜二牛他们准备招人 甜二牛跟陈虎都很激动 陈虎还是给村里拍了电报 想把自己的两个堂弟带出来 不过他也很谨慎 找的是能干活的人 他就是想拉自己的亲戚一把 但也不敢给叶欣添麻烦 所以肯定还是要找他是干活的 甜二牛家里倒是也有哥哥 但他才不会管他们呢 他跟爹娘在村里最难的那几年 他哥跟他嫂子不仅没管过他们 还落井下石地惦记他爹抓药的钱 他早就没把他们当亲戚了 叶欣原本打算工程队招十五个人就差不多了 但是当他看过项目书之后 他觉得十五个人的工程队怕是不行 于是人数增加到二十个 除了陈虎堂弟留下的两个名额之外 另外还有陈虎 甜二牛 还有这些天他们工地上拉拢到的一个尼瓦匠 还需要招十五个人 叶欣当天就自己写了招人启示 因为不是场子招人 所以来报名的人并不多 现在人的固有观念里 还是厂子里才是正式工作 叶欣所说的工程队 其实很多人还没有概念 不过在工地干过的人明白 可是却对叶欣他们这个工程队不太信任 因为这都没个项目 意思就是说招了人都不一定有活儿 去了那补挣钱和西北风啊 眼看着考核时间越来越近 叶欣也有些着急了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他思索 难道真得去村里招人 其实他包的这个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 力气大 能干活儿就行 其实村里人第一次进城 来了大多数是能好好干活儿的 卢省城虎的两个堂弟在收到他的电报之后 都激动一宿睡不着觉 他的两个堂弟一个在石坡村 另一个在林村 两个人收到电报准备进城打工的消息 很快就传出来了 村里这种闲着在家干浓活儿的小伙子很多 这两年陆续有人尝试着出去打工 听说能挣到钱 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敢出去 现在听说城虎的堂弟也要去打工了 还是跟着他堂哥 顿时就有人心思活泛了 当天这两家来串门子的人多了起来 村里其实这段时间谁家都忙 可是也抽了时间过来 城虎堂弟这两家还能不明白是咋回事吗 可是城虎信中说了 这两个名额也是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不能再多待人了 这些串门子的人都不甘心啊 追着问去哪儿打工 结果城家这兄弟俩坐车走的时候 硬是死皮白脸地跟去了五六个 等到兄弟俩在县里火车站碰面 看到彼此身边跟着的人 都是一阵无奈 同时还有担忧 两人躲了个地方 小声说道 堂哥电报里说不让待人 你咋待了那么多人 陈德看着陈杰 反问 那你咋也待了这么多人 两人都是一声叹息 陈杰道 我也说了 人家就招两个人 他们去了也没用 可是甩不掉 他们硬是跟着我挤上了车 居然连火车票的钱都带了 看样子是真的要跟着去啊 陈德也是皱美 有些气愤 我那边情况也差不多 简直跟狗皮糕要似的 甩都甩不掉 提了心要跟着 你说 我们要是这么去了 堂哥会不会生气 陈杰也担心 堂哥好心要带他们两个 可是现在跟去了一大群 万一堂哥生气 把他们俩也给赶回来怎么办 两人互相对视着 陈德道 要不一会儿我们早点下火车 甩掉他们 陈杰皱美 这样行吗 都是一个村的 这样做的话以后还怎么回村里 陈德也叹气 好像不能撕破脸 可是他担心自己的工作没了呀 好不容易才有的机会 万一被这些人给搅和黄了 别说撕破脸了 他都有心揍死这些人 那群跟来的人此时 也围在一起小声讨论呢 我们反正就打定主意跟着 怎么赶也不走 我打听过了 陈杰他们两兄弟 这次要去的是鹏城 听说那边现在正在建特区 工地很多 我们去了就算陈虎哥那儿不要我们 我们也能自己找活干 对 我们只要跟着去 说不定陈虎哥也能有认识人 给我们说句话 去工地上干活也行啊 大家都跟着激动起来 出去打工挣钱 可是他们向往的 在村里一年下来也落不了几个钱 他们早就听说出去的都挣钱了 等到上火车 陈家两兄弟是真的被钉得厉害 他们就是有心想水开这些人 也根本做不到 因为他们拉着他俩说了一路的话了 睡觉的时间都没给 大概两天多的火车 陈虎提前接到电报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的火车 便按照火车到站时间去接人 可是当他看到呼呼啦啦 一大群人走出来的时候 还是有些发猛 他们全都背着行李 风尘仆仆地朝他走过来 陈杰跟陈德两人 从出站时就心里忐忑 看到陈虎之后 朝他走过去都慢腾腾的 他们真的怕挨揍啊 在看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高兴地跟出笼子的鸟似的 而且还异常熟络地过去拥抱陈虎 哎呀 虎哥 可算见到你了 你这一走就好几个月 我们哥几个都可想你了 你怎么样 在这儿过得还好吧 你看这身体 比以前强壮多了 立刻有石破村的人附和 对 虎哥现在看起来更有气势了 看来这地方是真不错 养人 陈德享福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人说这些话也不嫌肉吗 还敢抱他哥 没看到他哥现在脸色很难看吗 陈虎的脸色确实不好看 此时一双含着怒意的毛子正看向陈德根陈杰 晚霞刚挂满天空时 斯伯恒就回来了 瘟疫看到他 却是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 少爷 你回来了 我做了你的饭 斯伯恒把外套递给瘟疫 在悬光换了鞋 荣荣呢 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 吃饭怎么样 听听 这关心的简直过头了 瘟疫心中富费 他不知道颜蓉龙怀孕 只以为他家少爷嫌颜蓉龙太瘦 抱着不舒服 想养胖一点 吃饭挺好 中午吃了一大碗米饭 肉也吃了不少 我还给他做了蔬菜沙拉 下午还吃了一盘水果 不过在房间挺长时间没出来了 斯伯恒嗡了一声 松了松领带 去洗了手 他今天除了那条狗 还遇到什么事了 他那个朋友也在房间里吗 狗 瘟疫很茫然 他不知道狗 不过他那个朋友他知道 他朋友家里好像有事 走了 不过蓉龙看起来心情不错 还有的话 也没啥事了 就是 斯伯恒看过去 瘟疫有些不知道怎么说 但少爷忘了 他肯定要说 就是他好像审美不太对劲 斯伯恒皱美 瘟疫斟酌了半天的词 说道 他上午让我陪他去买衣服 斯伯恒挑眉 会主动要买衣服了 他觉得不错 瘟疫却有些无奈 可他喜欢四五十岁女人的穿的衣服 那裙子老得我都不想穿 他却去世了 不过我没让他买 斯伯恒惊讶 他也是一阵无言 之前没觉得他审美有问题啊 他之前穿的衣服虽然平常 可要是很青春 怎么突然审美下降 温七七听到敲门声 就随口应了一句 静 他以为是瘟疫又来给他送牛奶了 可是一抬头 却看到斯伯恒 他静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并且迅速把手机扫进了抽屉里 这样的举动让斯伯恒的眉头 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却并未说什么 他走近 发现颜蓉蓉的眼睛通红 不用 又哭了 谁惹你了 啊 颜蓉蓉微愣了愣 摇头 没有 没哭 就是眼睛有点累 斯伯恒的目光不着痕迹的潮抽屉 看了一眼 然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你之前不是想参加明年的高考吗 那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了 说我已经借到了 一会儿会送过来 今晚开始 颜蓉蓉愣愣地看着他 他真要给他补习 看到颜蓉蓉的表情 斯伯恒脸色沉了沉 觉得我不够资格 颜蓉蓉赶紧摇头 哈佛双博士哪里会不够资格 只是他觉得 这是不是大才小用了 他这个废柴 其实找个普通老师就行的吧 没有 我就是觉得斯先生那么忙 我会不会浪费您的时间 其实我可以上个补习班的 斯伯恒情绪似乎不那么好 但但道 补习班对你没用 我研究过你的那些成绩 即便这次高考你能正常发挥 也就是刚过本科线 也没太大 颜蓉蓉无言 好吧 他这样的成绩 在斯大佬的眼中确实不太行 但也别这么直接骂 他不要面子的骂 似乎是颜蓉蓉懊恼的表情 让他心情又好了 与其缓和下来 我给你补习 你能考个更好的大学 颜蓉蓉一点也不怀疑他的话 可是听着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心里不是滋味 这是希望他有个好的前途嘛 给他安排以后的路 可是他不想这样 他想留在他身边 不过颜蓉蓉是个很乐观的人 既然斯先生要亲自教他 想让他有个好前途 他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自己变得优秀了 才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嘛 吃晚饭的时候 颜蓉蓉是叹性地 跟斯伯恒说起网上 关于他的帖子 全部消失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根本不用问 颜蓉蓉知道 肯定是斯伯恒帮了他 不然别人也没这么大的能力 何况除了也没人会帮他 斯伯恒看着他 没说话 似乎是在等他对这件事发表意见 颜蓉蓉夹起一个大鸡腿 放到他的碗里 斯先生 谢谢您 您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斯伯恒看着那只鸡腿的时候 心情还挺不错 都拿起来准备吃了 但听到颜蓉蓉后面的话后 他瞬间就 好人个癖 他从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人 他对付人的时候可从没留情过 他也不想要这个标签 颜蓉蓉不明所以 不知道斯先生这阴晴不定的情绪 到底是为什么他不敢多说话了 低头吃饭 瘟疫怕斯伯恒发飙 小声说道 少爷不喜欢吃鸡腿的话给我吃吧 我还是蛮喜欢的 斯少爷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用修长的手指抓着鸡腿就啃 看得颜蓉蓉跟瘟疫一愣一愣的 不过颜蓉蓉觉得 虽然斯先生是抓着鸡腿在啃 但依然很优雅 跟他见过那些人不一样 瘟疫要使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肯定要说一句 姑娘 你滤镜有点厚啊 斯伯恒说话向来都是不容置疑的 他说晚上补习 那颜蓉蓉就逃不掉 吃过晚饭只给了他半个小时休 然后就让他去书房 颜蓉蓉本来还在看小说呢 被喊到书房时 还在想着小说里面女主骂渣男的话 你们俩简直是绝配 就该一起在那臭水沟里一起发烂发丑 少出来恶心别人 不知道你们那气味能熏的 颜蓉蓉想到那个气得跳脚的女配 心里觉得特别爽快 原来虐渣这么爽吗 可是他怎么就学不会呢 斯伯恒的书桌旁已经又放置了一把椅子 旁边摆着一后落的书 这是助理刚才送来的 整个高中的书 坐下 我们从高一开始讲 斯伯恒物资翻到高一的书 却见颜蓉蓉没动 便抬头朝他看过去 却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笑 他顿时眉头一皱 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 回神了 颜蓉蓉立刻反应过来 赶紧小跑到他旁边坐下 斯伯恒看着他 你刚才在想什么 颜蓉蓉用力摇头 打死不能说自己刚才沉浸在小说里了 光想着爽了 差点忘记斯先生还在旁边 我没想什么 就是觉得 我这学渣 他多了你的威名 斯伯恒眼眸微动 淡淡道 你不算学渣 基础还行的 颜蓉蓉觉得自己该庆幸 能得思少这么一句话 他觉得太难得了 他真的好好地学啊 事实上 颜蓉蓉学习一直都很认真 在学校的时候真不算差的 只是他每天太忙了 用在学习上的时间真的不多 一想到过去那些事 他难免就会想到他的那对吧吗 他苦笑 还真是不待见他啊 昨天在烧机店门口 林欣的那些话仿佛还在耳边 原来不管什么事 他们最先放弃的都是他这个女儿啊 斯伯恒把书本翻开 把一只笔塞到颜蓉蓉手里 看书做题吧 不会的问我 颜蓉蓉傻眼 不是说要给他讲课的吗 这 做题他自己也行的吧 对上斯伯恒的眼睛 他终究把这些话淹回去了 没敢说出来 好吧 他可以自己做题 颜蓉蓉学习时很认真 做题的时候也足够专注 所以并没发现 斯伯恒时不时会抬头看他 见他又把笔放到了嘴里 斯伯恒促美 抬手握住他的手腕 颜蓉蓉茫然 不许摇笔头 颜蓉蓉看了看 笔的末端确实沾上了他的口水 他赶紧抽了纸巾擦了擦 对斯伯恒善善地笑笑 不是故意的 让你不舒服了 斯伯恒抿着唇 在颜蓉蓉又一次要沉浸在做题中时 才听他说 没有 颜蓉蓉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是在接他刚才的话 好吧 四少的反射弧其实还是挺长的 高一的题对于颜蓉蓉来说真的不难 坐在那儿两个小时 他做了四张站子 还没感觉遇到不会的 没打扰过斯伯恒 对不对令说 至少是全天上了 斯伯恒先给他做的卷子只是高一的 他想先摸摸颜蓉蓉高中三年到底学的多少东西 颜蓉蓉四张卷子做完了 悄悄抬头看斯伯恒 见他再看手里一份资料 他抿了抿唇 没去打扰 他决定再等等 这么看着他 不由又想到小说中的情节 巴总喜欢妖艳性感的女人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原本胸脯其实规模不是那么大 但是自从怀孕之后 他感觉这里好像股胀了不少 腰倒是一点儿没变粗 也可能因为肚子还没显滑 所以他现在身材应该算达标吧 但是他好像没在意过 想着想着 思绪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斯伯恒什么时候抬头看过来 他都没发现 直到听到斯伯恒那富有雌性的低沉声音 你又在想谁 纪总 颜蓉蓉脱口说道 说完他就惊觉不对 终于回过神来 看到斯伯恒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有点凉薄 纪总又是谁 颜蓉蓉咳口水 纪总是小说男主啊 但他没敢说 这不能让斯伯恒知道 见颜蓉蓉不说话 斯伯恒又问了一遍 纪总是谁 颜蓉蓉眼珠子转动 善善道 就 听 一个朋友 这话说完他就想咬到自己舌头 那么牛掰大老 怎么可能是他朋友 这个牛吹得有点儿大了 果然 他见斯伯恒的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以为斯伯恒还要追问呢 但是他却并没有再问下去 而是把他面前的几张事件拿了过去 从笔筒中拿了一支红色的笔 他在低头判他那些卷子 速度非常快 在颜蓉蓉想着要怎么再解释一下的时候 他已经判完了 每张卷子上都有错误 他拿了一张卷子 认真地给颜蓉蓉讲题 颜蓉蓉听得很认真 他其实很珍惜斯伯恒的这份好 一般人谁能这么耐心地给你补习 何况人家还是个特别忙的总裁 改完错误 并且斯伯恒又给他找了类似的提炼洗之后 就让他回去休息了 颜蓉蓉抬头看时间 都已经十点钟了 回去洗洗休息吧 颜蓉蓉点点头 你还不休息吗 我还要忙一会儿 颜蓉蓉把自己这边的书本卷子都收拾好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之后又神经兮兮地赶紧摸摸肚子 然后才离开了书房 斯伯恒把手中的文件放下 靠在椅背上 脸上表情深沉 点起了一支烟 他抽烟并不多 偶尔会抽一根 他拨通圆异的电话 十点多钟 圆异的夜生活还没开启呢 正在家里打扮呢 一接通电话就喊道 我说丝少 你家那小家伙的事不是都解决了吗 你怎么还找我 那你明星又找你作妖了 斯伯恒想到下午回来时 确实在车库遇上了他 那你的居然希望他能帮他 说他那些照片视频全是假的 是别人故意害他的 斯伯恒当时感觉这女人脑子被驴踢了 居然来找他 他果断开车撞了过去 他看到那个沉湿腕下的脸色发白 腿脚发软的朝旁边躲过去 冷漠地扬长而去 我要纪家的那几个小子的详细资料 啊 圆异很猛 挥开造型师 拿着手机站了起来 老纪家的那几个小子招惹你了 不应该啊 除了纪清涵 他们家应该没人敢招惹你吧 说到纪清涵 斯伯恒的脸上就闪过几道老义 直接挂了电话 圆异很猛 可是纪清涵不在国内啊 这两人到底是为什么又对上了呢 还是说 又开始枪地皮了 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肯定是坚决站在斯伯恒这边的 斯伯恒是他发小 纪清涵那个笑面虎 他一直就看不顺眼 不过不敢招惹 他又给纪明晨打了个电话 我觉得我们有时间得找阿恒坐坐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跟纪清涵对上了 电话那一头的纪明晨特别惊讶 怎么会 不是化解矛盾了吗 纪清涵都去国外了 还没到回来的时候啊 圆异在这边耸肩 我怎么知道 那俩人要打起来 估计好多小财团要跟着倒霉了 圆异挂了电话 对造型师招手 示意他继续 造型师过来继续给他弄头发 他趁机在他腰上摸了一把 笑盈盈道 你最近胖了 造型师一张脸顿时通红 什么话也没说 继续做自己的活儿 显然这种是他经历的不少 圆少 外头有个女人找你 谁 保镖躬身站在他身边 低声道 是那个女明星陈诗婉 原意眉毛一挑 不由笑了 这女人居然来找他 没看我忙着呢吗 现在没时间见他 保镖低眉顺目 是 陈诗婉看到保镖出来 赶紧走上前 圆少让我进去嘛 保镖眼睛在他去线的身体上扫了一眼 冷声道 我们圆少很忙 现在没时间见你 说完转身就走 陈诗婉在后面喊道 那他什么时候能见我 保镖根本没搭理他 已经走了 他的助理跟在他身边 鬼鬼祟祟地看着外面 他生怕被狗仔给拍了 现在诗婉姐的形象已经很差了 如果再被拍到再在圆少家门口 那媒体不知道又要怎么报到呢 好在圆意住的别墅去安保好 应该不会把狗仔放进来 看到陈诗婉脸上强忍着的怒意 助理小声劝道 姐 咱还是回去吧 公司肯定会想办法的 你是公司一姐 公司会保住你的 这位袁少爷听说 陈诗婉一双阴沉的眸子朝他看过来 你知道什么 我们公司什么鬼样子你没看到吗 这么多天了 他们什么也没改变 助理被骂得不敢说话了 心里却道 还不是你这件事太大 热度太高了 公司每天不知道压多少热搜 可是热度还是降不下去 陈诗婉看着前方那栋豪华的别墅 眼神变换不定 他知道原意是故意的 但他能忍 只要能摆平这次的事情 他有什么不能做的 虽然是夏季 可是入夜之后还是有些凉 尤其别墅区绿化的好 空气中都是凉意 陈诗婉穿着一件过系长裙 两个优美的肩头露着 一阵风吹过 他身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小助理默默地把一件衣服 披在他身上 看了看表 姐 都快十一点半了 我们 陈诗婉不走 他就得陪着 这大半夜的 他觉得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 两人一直站到两点多钟 才见一辆红色超跑 从外面驶过来 助理赶紧拉着陈诗婉躲开了些 却见那辆红色超跑 居然开进了别墅 陈诗婉把身上的外套扔给助理 踩着高跟鞋 就赶紧跑了过去 袁绍 原意的车上下来两个美女 全都身材高挑 穿着紧身裙 把身材勾勒得极为性感 他一边搂着一个 眼神邪魅地落在陈诗婉身上 你居然还在 陈诗婉看都没看他身边那两个女的 只看着袁绍 袁绍说让我等 我就等你 袁绍哈哈一笑 他从这个女人眼中看到了倔强 忽然觉得他挺有意思 便摆摆手 行了 进来吧 小助理追过来 拉住陈诗婉 小声道 姐 真的要这么做吗 这个袁绍在圈子里鸣声 不好 陈诗婉一把水开他 他现在别无选择 他知道自己被人给搞了 肯定是资本 只有资本才能对抗资本 他迈步跟在了身后 袁绍身旁的那两个女人 时不时地会回头看他一眼 眼中带着笔一根嘲讽 大明星 说到底比他们高贵在哪儿了 他可能还不如他们呢 至少他们不用站在这儿一站大半夜 袁绍坐在沙发上 以毫不掩饰 赤裸裸的眼神看着陈诗婉 身材高挑 曲线玲 胸前屁股都很有料 面容美艳 红唇性感 还真是个有物 穿高跟鞋站了太久 此时双腿微微弯曲 更把前胸称得突出 他对那两个女人挥挥手 去房间等我 两女很乖巧地硬朗 挑衅地看了陈诗婉一眼 昂着下巴 迈着长腿一起上楼了 袁绍斜靠在沙发上 唇角挂着笑 找我什么事儿 陈诗婉上前两步 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 我想知道是谁在对付我 袁绍眼神有些怪异 又打量了陈诗婉一眼 随后轻笑着摇摇头 你有必要知道吗 以后安安分分地 做个普通人挺好 他又上前两步 直接靠着袁绍坐在了他身边 身体柔弱无骨地朝他靠过去 我想知道是谁要对付我 袁绍眼睛看着在自己 眼前晃悠的波涛汹涌 眼眸深了深 我上次提醒过你了 可你根本听不进去 本来你可以很安稳地 做你的明星 自己喜欢做死 陈诗婉心头俱阵 脸也变得雪白 提醒 袁绍那次提醒他 不要靠近思伯横 不会 他用力摇头 不可能 你在骗我 怎么可能是他 原意赤笑 怎么就不能是他呢 你真以为他是什么温柔儒雅的男人吗 不 那是对他在意的人 不在意的人在他眼里连挑狗都不是 知道自己多做死了吗 他一把搂住陈诗婉的腰 在他身上轻轻嗅了嗅 倒是没有那几个老家伙身上的味道 还能吓得去口 若是平时 被人这么亵渎羞辱 陈诗婉一定会气愤地发怒 可是现在他心神难受 满心都是不敢相信 他虽然想利用斯伯横 可以是真心喜欢他的 他其实想把自己跟斯伯横用舆论绑在一起时 试试探过的 斯伯横没管过 他以为 他是默许的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能拿下他 能让那些绯闻成真 可是 为什么他会突然变了呢 而且这么狠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坏了我 我 我没做什么 原意嘲讽地看着他 没做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至于为什么嘛 我不会告诉你 他是我兄弟 现在会跟你说这些 也是让你明白一点 你翻不了身了 就算今晚你要陪我 也一样翻不了身 陈诗婉死死咬着嘴唇 看着原意 却没有立刻起身走人